生活中的小甜蜜 真的让人觉得 听着就很温暖 能感觉到你们彼此 是那么地爱对方 这个家庭也是让人很羡慕 那接下来我们先听听 三位老师的建议和意见 就我觉得一路有一种 特别厉害的能力 就是你把它培养成 大家心目当中 那个最好的样子 你把它变成了 丈母良心目当中的那个 好女性 你把它变成了 你心目当中的那个好丈夫 我觉得这个能力 其实是挺强的 因为好多人只是说 我想 但是我能不能够让她做到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 我就说 智慧的女人最美丽 一个是手上的智慧大师 一个是老力的智慧大师 你们在一起就是 魔法军团 我愿意你们的魔法 能够让这个世界上 更多的人知道 爱是一种有魔力的东西 只要你愿意为爱坚持 为爱而努力 你们都可以变成爱的魔法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看了这对夫妻啊 我觉得 太太其实 更多像个心理学家 为什么她像个心理学家 因为她特别懂得对方 这种懂 她是用心的懂 就你知道她喜欢你 而且她是一个比较 害羞的人 但是你用这种方式 让她增加自信的同时 可以向你表白 你知道她 在很多的时候 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她也不知道 用什么样的方式 跟你的父母接触 但是你在背后做了很多 你用的这种 她很有面子 而且又相对来说 她自己能够接受的一种方式 很好地缓解了 或者说很好地去调解了 她跟你父母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这两点的话 已经足够了 就是因为只有很用心的时候 你才会去想这个 因为这个不是一天两天 一次两次的问题 它是很长时间的 谢谢老师 就是你很聪明 也很幸运 然后你很聪明地在意 就是你选男人的时候 是看她的人品 看她的责任感 然后真正进入到 婚姻当中的时候呢 你是在跟一个男人的人品 过日子 然后慢慢地 可能就会发现 我们过日子过的是一份心意 两个人一起相濡隐没 我觉得现在其实 就只是想祝福你们 我和他们的祝福 不太一样的是 我希望你们能再生个二胎 说一个小小胖 儿女双全 好不好 也算是我对你们的一个祝福 谢谢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想请二位呢 用走心的方式 彼此呢 唠一唠你们内心的知心话 彼此告白一下 好吗 好 接下来 向她告白 其实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在问我 经常问我一个问题 她说会问 哎 西婚 你从事魔术表演这么长时间 你最得意的作品是什么呀 你最喜欢的魔术是什么呀 其实今天我想站在这个舞台上 跟大家讲 我这辈子表演的 最最最最成功的魔术 就是把我心中的女神 变成了我的媳妇 今天我也为你准备了一个花 当然了这个花 可能大伙都看见了 它并没有花 它只是一堆叶子 来 吹口气 我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 这是十一朵花 寓意着我们从相识 相知到相爱 到今天走过的十一年 我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 在未来的日子里 在未来更多的十一年里 你就是这个花 而我就是这个为你挡风遮雨的叶子 女生 媳妇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